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教授大家都知道 是我们南加大的地震学 和现在南加大和Cartag 和美国的国家地震中心 在我们加州地区搞了一个地震中心 在观测不仅仅是我们美国 不仅仅是我们加州 而是全世界的地震状况 所以李教授经常往返于很多地震高发地区 今天我们请李教授来 主要想跟李教授谈一谈 在最近很短一段时间 无论是在我们加州 还是在中国的云南 都发生了一些地震 这些地震和以前的地震有什么不同 特别是我们北加州这次地震 对我们南加州有什么影响 李教授 北加州这次地震6.1级 而且呢 因为那个Napa Valley那地方人呢 人口相对比较少一些 不像我们南加州 所以造成的伤害也不是很大 北加州的地震造成的原因是什么 今天又回到节目时间 感谢主持安排这样 我们的时间可以焦虑一下 目前的震情 那么加州的震情是怎样 最近呢发生了一个 那个六级地震 就北加州的那个沙斯达巴 沙斯达巴 离开那个旧金山是35米往北 那个位置的话呢 也是我们那个地震界是 非常关注的位置 因为附近有一条叫黑卧坡 这条黑卧坡 也就是St.Anderson的带的 到了北加州那边的话 它分成两条的一个东侧的分子 而且是从1989年 6.9届 罗姆普雷塔地震以后 当时我们预测 最风险最高的段里带 在北加州的话 就这条黑卧坡 那么果然现在就是 在这儿是发生了一个六级地震 那么这个地震的话呢 刚才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它的成因 我们总体来说的话 还是有反馈运动 因为最近的话 大家那个news里边也看了 南美洲啊 是吧 南美洲啊 对啊 南美啊 也是非常平反 包括墨西哥啊 包括中南美洲啊 墨西哥的话 就七七以上地震很平反 会不会影响我们那个 就是所谓的北美的那个 这一块的话 那个地震的平次 那么从整个太平洋 宽太平洋地区来说的话呢 最近几年的话呢 的确七七到八七以上的地震的平次的话呢 比平均的时候呢 是略高一点 比较活跃 而且呢 它的位置基本上 多在靠近就是大城市 所以呢 报道的更多 所以我们的感觉上面 就感到 哎呀 是不是地震活跃起 地震活跃起 的确是有 我们所谓的反馈运动的话 刚才讲的大领灯的话 就是因为 我们这条 也就是我们北美洲的 是北美反馈 跟太平洋反馈的交接处 那么我们的太平洋反馈的话呢 它是往北漂移的 北美反馈是往南漂移 在这个边界 是安德里斯段那带 在我们加州这一带 就有一百一千五百公里长 它平均每年的话 两个反馈走动是四厘米 所以它通过两百年 到两百五十年的话 它基本要 位差要有十米 十米的话呢 就结论了大量的能量 当颜色内部的阴力 它抵抗不住 所谓的摩擦力 抵抗不住 它这个 我们所谓的 锐节的能量产生 阴力的话呢 它就将要错动 而且错动的速度 是很快 只有几十秒钟 把上百年几百年的能量 一下子释放出来 那么大部分能量是 以我们叫辐射能量 也就是地震波的能量 传播出去的 这就是所谓的地震 那么地震波传播到地面的话 引起地面的强力震动 造成能源的伤亡 跟产生的防污的破坏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地震灾害 大致情况就这样 那么北加州这一条的话 今年的话就是这一次发生的 就是那个24号 8月24号发生的地震 也是基本基礼 就是说由于板溃运动 它经过某一段时段的话 能量的距离 它需要设防 所以是属于正常设防 所以我们从1989年 就罗姆普雷特 那个6.9届地震 这个地震实际上是发生 在聖安德里斯段一带 北加州这一块刚才讲的 东西两层 它是西城 西边这一条的话 它是穿过那个 Santa Cruz County 就是到洛海区的 到洛海区了 那么1989年是震过了 震过以后 这一条的风险 就是相对来说是减少了 但是它的东边这一侧的话 就是黑洞 那就是它的风险更高 而且黑洞 它位置比那个 就是西车更不好 因为什么 它是穿过了 就是旧金山的新章部分 就是奥克林 巴克雷 都在这一带 它是从那边走过去 然后呢 到了进入那个 就是那个 我们说 纳帕沃里 美国的那边 Kanon这一带的话 就是西边 东边这一层 那么这次 那个地震 我们叫那个South Napa 那个Earthquake的话 它倒并不是发生在 就是黑洞的主肝脏面 它是发生在离开 它七公里以东的 另外一条 我们叫West Napa Fort 是一个Local Fort 它的长度呢 大概也就是 二三公里 所以这次的话 地震的话呢 在这个断层上来说 已经说是 可以说是 很大的一个地震 要它产生气节 是不大可能 但是我们担心的就是 由于这个 哪怕Earthquake以后的话 会不会有发 我们一直担心的 黑洞峰 它那不确 因为它的长度 至少七八公里 上百公里 有能力 完全有能力 产生气节的地震 也就是我们当年 就是Lomoporida地震以后 我们当时一个预测的话 今后三十年里边 在Hairworth的话 发生这种可能性的话 就光这一条当中 我们针对性的话 有35%左右的可能性 是相当高的 那么这次的话 基本上就在这个区域的话 发生六些地震 所以也应该说是 基本上我们中长期预保 还是可靠的 还是有理由的 还是起码对我们的 来预测可能发生的地点 和可能造成损失 还有很大的预测性 不过刚才您特别提到说 原本在另外一条 这个断裂带 在89年发生地震的时候 那个时候震级是6.9 6.9 这次只有6.1 虽然6.9 6.1 这其实相差还是蛮多的 您的意思是说 这一次6.1 虽然有了一次地震 但并不意味着说 这条地震带就此安静下来 反而还会有其他的因素 提得很好 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我们讲西车的话 那个圣诞带的断裂带的话 它那个89年 Lomo Prieta 那个名字叫Lomo Prieta 那个地震 震过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根据 刚才的计算 譬如说是 每年平均4公分的话 我们估计的话 就在这个区域的话 就是整个北加州区域的话 产生缺缺地震的话 它的周期差不多 是在30到50年之间 那么如果是八阶地震的话 刚才讲了就提到过了 它的位差需要有神明 那么能量界列就需要250年 每年的话还要长一点 所以大的地震的话 因为1906年在那个 我们说九金山的话 大地震嘛 7.9届可以说是八阶地震 我们叫Beggwin 欧斯规格的孙女叫Beggwin 它已经发生过了 所以它需要等250年左右 才会来一次八阶地震 那么现在才过了108年 所以还在半路上面 所以八阶地震可能性 在北加州是比较低的 北加州朋友会比较高兴的 听到这个消息 比较好 但是七阶地震 就刚才讲的 像鲁木普莱特 那就不是200年周期了 它可能就是三十五千年的周期 所以那个八九年 那个6.9届地震的话 震过以后的话 我们就一直在担心 在北加州地区 在三十年里边 还会有来一次 就是缺缺地震 缺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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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地震 那么刚才提到 关于增济问题 增济问题 当然这次的话 就是6届也好 6.1届也好 后来修正是6届了 6届地震的话 6届跟缺缺的话 相差一届 它实际上能量是32倍 所以缺缺地震 罗蒙普莱特的地震 实际上比如 那个24号 8月24号地震的话 基本上也接近30倍的大小 而我们当时预报的话 预测的话 缺缺地震的话 应该说是比那个 8月24号地震 还要大那个 就是我们说能量要大32倍 它的政府 就是营寂的政府要10倍 我们是一个log scale 是10倍 所以这个6届的话 是释放了一些能量 但是还远远不够 那么最近的现象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比较concern的 比较短 因为什么 一般情况想想 6届地震以后的话 它在一个星期里面的话 它应该有 比如说5届 至少4.5届以上的余震 然后5届 4届 3届 这样 一个地震 但这次 就是6届地震以后 最大的一个 也就是3.6届 就没有超过这个世界的那个余震 所以说明的话 这一块的话能量没有完全释放完 还是属于高阴内的范围 就是高阴内区 那么它要找地方 还要释放 也可能就是下一个地震 7届左右 我们一直在单约地震 在海外 因为靠了它这个7公里 太近 很近 那么像这种例子的话 等会有机会 我们还可以提一下 南加州的 比如说其他地区 就是说临近地震的话 它是主阵 余震关系 这些的话 我们还有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所以现在已经一个礼拜过了 接近10天了 还是没有世界以上的余震 这一区 我们有个图可以显示一下 我们因为每天 我们台湾都在观察 都在记录这些数量 所以这个是比较 对那个震情 是比较一清二楚的 就是说 现在的话就是说 没有余震的话 就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它下面硬力很高 很高的话 它还要找机位 就是后面的话 还有那个比较大的地震 还有一个可能性的话 刚才你也提到 就是如果六阶地震 是不是部分释放了 就是我们一起的 切切地震 但是部分释放的 理动我们这样来预测 因为我们刚才讲 切切跟六阶的话 它能量是 有三十二倍的 所以这释放了三十二分之一 所以还是远远不及 所以北加州的 还得我们居民的话 还得要注意 就是后面的话 就三十年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从 1989年算去的话 三十年里面 产生切切地震的可能性 还是相当高的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萧峰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跟丽教授 我们谈一谈地震 丽教授 这一次云南的地震 当然我们看到了 国外 我们看到都是报道了 这一次云南的地震 和上一次四川亚安的地震 有必然的联系吗 从构造上来说 还是有联系的 因为我们从这张图来看 这是中国的地质图 这张地质图的话 我们看到这一块蓝的就是 我们叫四川盆地 四川盆地 也是华南板块 那么它的颜色 结果比较坚硬 那么这个就是 大家知道的西藏高原 对 那么西藏高原的话 由于印度板块 往北 几亚那个欧亚板块 那么是的 西藏高原 每年抬升的话 它有六公分 那么每年抬升的上来的速度的话 它来不及消化的话 有一步温泽流 就是岩石流 岩石流 它就往东 蔓延出去了 移动 那么碰到那个 就是华南板块比较硬 华南板块就插到下面 它两个中间的边界 就是我们说的龙门山大地带 也就是2008年 发生文川八级大地震的 这个龙门山大地带 那么在这个地震以后的话 刚才我们回到老提摩的话 它八级地震以后 也是没有切切余震 最大的也就是6.49 所以当时我们就一直担心 它也是能量没有摄放完 不符合规定 我们担心就是后面 要有一个切切余震 来补充这个能量摄放 到底往北还是往南走 那么根据其他的计算资料的话 因为八级地震以后 它刚才讲的有方向性 它的硬力重新分配的话 在亚安康定这一带 往南的话 它是我们叫加债 就是loading 就是那个硬的是加震 加债的话就容易引起那个地震 预震 所以我们认为是南面 比较风险比较高 亚安康定 果然过了五年以后 就发生了确实地震 那么这个地震以后的话 有人问我会不会那个 要担心的是哪些区业 那么我们当时的话认为 就是除了这个亚安地震以后 因为亚安康定那条非常火热的 叫仙色河团体带 也就是沿着大渡河那个 这一条红军过长征的时候 这一条 那么这个是非常火热的 美国三十十年就有个 确切以上地震 所以这条团体带我们是担心的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往南延伸的话 就穿过的就是那个 我们说四川跟云南的交界地方的话 往南就是到小江端泥台 进入了云南了 那么就是我们这一次 8月3号发生的6.5节地震 就在小江端泥台上 是6.5节 我们基本上还是有一点 有点这个估算的 就是认为的话 云南当时风险比较高 虽然到底发生6.5还是7节 或者7.5这个阵级的话 有差别 但是的话 至少它是地震高风险区 那么过了一年不到 就是来了一个是吧 6.5节 而且这次死亡人数特别多 700多了 因为它就是地震 地方的礼貌 它也是两边是山坡 中间是一条河流 穿过去的话 地霧地也是地震波在里面 放大好几倍 所以这样的话 再加上那个山坡的滑坡的话 它是一个房屋建筑 这个不够更均衡 我们说当时的话 就造成这样大的地震灾害的话 它主要三大因素 第一个人口密度比较高 基本上都 接种居住在这种河流的那两个 它其实方面 它的震界的话 包括一个震界刚才讲了 还有一个震声 它是比较浅 所以浅缺 它就有10公里了 再一个就防御建筑 基本上都是土壁房 所以这个照片 大家看到都是土壁房 它不用那个什么 里面钢筋都没有 有多数目价值 所以等于散摊了 所以从2008年的文残地震以后 当时的话就是我们的当地的话 那个建筑标准是提高了 是提高到公元给的是7.5到8度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 intensity这个度的话 这把车子啊 我们是补充一下的话 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美国是刚才讲的 舌度就像那个旧型地震的话 八戒 然后是舌度 那么因为中间差的 大概是1.5左右加一个系数 中国的标准不一样 这把车子是11或者12度是满幅度 OK 所以要八戒地震它要是12度 12度 那么你如果防御标准定了8度 不是太低了吗 美国是提了8.5度 是10度为满个 那么你12度为满个的话 8度太低了 对呀 所以亚安文残地震以后的话 国内政府部门来跟我联系的话 提一些建议 我们就指出了 其中我就指出了这一条 就是要提高抗争标准 但是能否做到的话呢 现在问题是这个了 就是国家是有政策的 安危防就是那个地震区的 要那个加强防御的那个安全的那个检查 而且发给一遍的补助镜 但是下面能不能做到是另外问题 所以云南的话看来的话 还是做了还是有差 有差距 所以这次的话 就6.5级的话 十万能数也特别 也就是说它这6.5级还是属于当年汶川地震的 逐渐释放吗 还是另外一个地震的一个新的 因为这个区域的话 就是我们说是高位区 就是高风险区 地震风险区 我们属于那个南北地震带 就有一个讲法 就是南北地震带 北边一直从甘肠一直到内蒙古上去了 南面的话就穿过西 就是四川西藏的边界的话 往南就是云南的恒南沙漫 一直到洪河 南面的边界就是到洪河 到洪河了 跟那个就是缅甸啊 跟那个越南那个交界地方 就这个构造 所以在南北地震带上的话呢 发生地震的话 这个不奇怪 而且像那个云南这一带的话 美国18年的话 它有一个切记地震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来说的话 就是四川地震震过以后 云南风险很高 它已经24年没有切记地震过 所以已经也是超级佛约的问题 那么那边就是四川发生地震的话 会不会带动云南发生地震的话 我们要提高景点 必须要提高景点 那么果然这是6.5级 会不会有6.5级后面还有 还有比较大的地震 应该说会有来 到底什么时候 当然是未知数 我们说的话 因为它18年周期切记地震的话 是平均周期18年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25年过掉的话 切记美来来到6.5级 所以也可能 退后那边 退后那边 推延一些 也退后不了多少年 几年的话 肯定会有切记地震还是来的 而且从云南来说的 刚才已经提到了 一个就是小江段里 在东边边界 往西的话 就是那个 我们说的就是昆明 再往西 一直到藤宠 有三江段里 三江段里 就是南昌江 金沙江 跟那个苏江 这个的话 就历史上记载 都有7.5级 甚至比7.5级更大的地震 所以当地居民还要 还要注意 另外就是防卫的建筑 的确要提高 必须要提高 所谓的建筑等级 要跟国外结贵 没有错 因为人民的生命 还是最重要的 其实 不过 云南这6.5级 但是随后不久 日本又有一次地震 日本地震非常高 日本跟中国云南地震 是不是没有什么关系 这次应该说是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 云南市场这一带地震 主要是由印度板会 往上的击压 碰撞以后的沃泽流 往东击压 往南再分流滑下来 造成这样的一个力学机制 那么日本的话 主要是太平洋板会 跟欧亚板会 在东北角上的 在西北角上 太平洋西北角上的 碰撞的结果 它也是 我们说的太平洋板会 插到日本岛部下面去 这个构造造成的 那么上次海啸地震的话 9.9就造成破坏很大的话 它主要也是非常浅的浅震 它如果这个地震 九阶地震发生在 二三四公里以下就没事 不会造成这么大 因为它很浅 只有五公里 甚至比五公里都浅 所以引起的海洋海啸特别严厉 高的有三十多米的话 所以它当时的话 日本的它的政策的话 就是我这个设计抗争 它能够制造八净 没问题可以抗 它海啸也预防到了 但是没想到会三十多米的浪高 它设计到二十九米 它来个浪高的话 三十六米它就没办法了 所以是越过那个 就是防波堤的话 就冲上来的话 就核电产队找 所以这个的话 日本搞地震的话 它也在返程 也在返时 这个公交的话 当年的话没有意料到 日本总在说 日本会沉默会沉默 这跟地震有关系吗 这可能也是一种讲法 就是说 从地震来说的话 它不至于造成这样大的 就是像9.21 日本地震 东北地震 它是错动了 大概有五六米 海洋线的话 这个数字大概不只是十多米 大概十五六米 它是反而是真身 而不是那个 它不是那个销色 因为太平洋板会往西地下擦了 擦了以后的话 反而是往东边移动了 推进了 所以推进了以后 差不多十来米的话 所以它我们讲的 大地震会不会引起 那个地面开裂 大家是看到过了 联合过的话 关于地震 自然战坏的话 也有话说了 过去说过了 就是说你救灾还不如预防 因为预防更人道 更经济 是这个道理 等于发病了 你发病以后再去救治的话 还不如再提前那个 你像加州的话 我们这条的话 是比较做了比较先进的 因为什么呢 我们从地震的话 第一个 我们有个checkout的 叫drill 地震的预防 今年的话 十二月十六号 已经是第七次的 演习了 每年来一次 那么每年08年开始的 这个计划 到现在已经六次了 那么 川域的人数 今年已经增加到 报名人数已经到1300万了 所以通过这个地震演习的话 它告诉你挣钱 准备些什么 挣中 怎么自救自保 挣后采取什么妥善的处理 引救啊 包括呢 所以有七个步骤 我们可以在网上 就是usgyns.com 或者是SEC 都可以查阅到 有个七个步骤 那么他通过这样一天的话 演习的话 每年给你敲一只警钟的话 你自己也实现一下 刚教你在正中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这个房间 有低声的话 我就往桌子下面 躲上这 保护自己 如果有足够宽衣时间 当然往 都门而愁 所以这些的话 基本常说 告诉你的话 有些接球包 它很具体 那么通过这样的演习 刚才讲了 如果一个八截地震发生 或者刚才我们还漏了一条 就是我们在洛杉矶 华人居住下面 一个Pound Hill Pound Hill 过去一万两千亿里边 有过六次 那个七点三截到五 七点五截地震 那么上一次就是两千年前 我们也是临门一脚 这个的话 也是在我们脚底下 一个切切意义上的地震 也是一个潜在的危险 如果这样两个地震 发生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付 怎么样应付 那么我们通过 Share Cloud Drill的话 它告诉你 那么像这样的地震的话 发生的话 我们在加州地露 在洛杉矶地区 是两千五百亿的审设 才在审设 没办法 它肯定是 但是人员死亡 最要紧 通过演习 我们认为可以减少到 一千出头一定 但是如果没有沿线 八级地震来 就像温泉的这种地震 接近要十万人保存 是吧 而且我们这个的话 居住 能够密度很密集 能够做到这个 零十万是不可能 但是减少十万 这是我们的指数